真的會吸光嗎老師 如果說你大量 其實任何東西你只要大量 就是那種吸光性的食物 才會有影響 可是我們一般社區的量 大量是要多大 比如說你一天 我們都說喝一杯500cc差不多了 他可能喝個5000cc 那就叫大量 那不僅會黑還會燙 對 喝量過多 所以你只要過多的話 都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身體會代謝 我們本來就會 不管你吃的東西 你喝進去的水 或者那些飲料 他都會隨著我們自己的精神 代謝代謝掉 其實我是歐巴對 就是其實我很容易黑 可是我就是 我又不喜歡拿陽傘 也不喜歡包得很緊 所以我要曬就是 我要嘛穿長袖 要嘛就穿無袖 就是我不要讓袖結 對 袖結 所以我的手可以黑 就是均勻的黑 可是臉因為有化妝 所以比較沒有手這麼黑 對 所以只要你有一點 就把它區分開 你的身體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漸層 因為手如果太白 看起來 就會很粗 對 就覺得手很粗 所以你的身體就整個有在打陰影 對啊 是在打陰影 對 不同的靴走在 對 就臉可以白 然後這邊可以黑 那你就隨弄弄留點毛就好了 然後手都打陰影 對 就也不長毛 我問題也是沒有毛 所以我的手就是 顏色要一樣 所以我不穿這樣的袖子去曬太陽 這樣的袖子都是 一回來你就一起來了 對 所以今天老師呢 要介紹的幾個美白的產品 針對就是說 不管是歐巴貝的 或者本身就很白的 或者是像我這一種 喜歡黑 曬黑 然後呢 但是要有光澤感的一些保養產品 其實我建議大家 不要一直迷信說 我一定要白 要白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應該是要白的健康 那那個健康呢 是取決於你肌膚的光澤度 而不是取決於你肌膚的多白 對 所以你只要肌膚它健康 然後光澤度夠的話 它就會很漂亮 對 那我今天呢 因為今天那個小禎已經素顏了 對 然後我們就試在小禎的臉上 然後介紹大家一些 現在市面上比較 今年比較熱門的一些美白的單品 然後也教大家怎麼用 那其實呢 大家在美白的時候 像剛剛AK有提到 他覺得 他如果覺得自己塞黑的時候 他最常用的就是面膜 那面膜呢 還有一個叫美白精華液 另外一個叫安品 這三樣東西呢 是讓你達到快速美白的 三樣必備的單品 對 那我們今天呢 就幫小禎 用的就是所謂的 安品加上面膜 可是你會發現我手上 還有一隻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是治療黑眼圈 對 它長得很可愛 那真的很好用 這個等一下可以傳到 給大家試看看 這是 也是最近發現一個很可愛的單品 我以為是滾那個糊臭水深的 有耶 有耶 有一些香水會做成這樣 對啊 點在這裡 它就是呢 它做成滾珠的形式 是因為很多人 它的黑眼圈 它是因為那個 血液循環不好 那你常常要自己用手去按摩啊 然後它是幫你取代那個按摩動作 你只要用這個滾珠這樣滾滾滾 它就好像在幫你做按摩 這個先傳下去讓大家去看看 這真的很好用耶 因為我有水晶指甲 所以我自己在 喔 你就不能這樣 對 我自己在按的時候都 我以前都要用大拇指這樣按耶 對啊 這樣按 欸 可是以前不是都叫我們要用這樣拍的 對 這樣子拍 那為什麼你要按 因為我最近眼睛盯了電腦盯太久 就眼睛就很累 所以你就只能用這樣 所以我都用這樣子壓 後來我發現這個之後呢 我就這樣子 對 這樣壓 而且又冰冰涼涼 它就會讓你眼部的循環快一點 而且就譬如說你早上起來眼睛浮腫 它就有冰敷的效果 真的很舒服 那我們最容易有黑眼圈的地方在哪裡 它其實不用整眼滾 就是在你的下眼圈的地方 這是最容易有色素沉澱 你在這邊滾就好了 像我的黑眼睛會黑到眼頭耶 那就是滾到眼頭 你這麼累喔 對啊 你不知道有小孩很累 還有一些人 我知道是這裡 這個鼻樑的這個 對啊 我就是黑在這裡啊 你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都要滾在這邊啊 你看我沒有什麼皺紋對不對 只有前面這邊有一點小細紋 然後我現在幫小禎上的是一款安瓶 但是安瓶呢 其實它長得很有趣喔 如果一般安瓶啊 其實都比較小管對不對 對啊 這好搭一瓶 好搭一瓶 好搭一瓶 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客氣盡量用 但是它裡面的美白成分完全沒有減少喔 它有三個 衛生乳合格的最主要的美白成分 就是所謂的 柔花酸 熊果素 還有維他命C 葡萄糖肝 這個是什麼呢 它其實都是一些很溫和的美白成分 就是它不會有很大的刺激性的反應 對 那這個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而且建議大家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一顆一顆的筋膊 筋膊 而且像我自己啊 因為我譬如說我在使用這個的時候啊 我是先整個臉用完之後 其實沒有 這個前面有一個 因為它是凝膠狀的 所以你這樣管子 它有一個倒倒不出來 要擠出來 這邊有一個奶瓶的嘴 奶嘴 它會這樣子擠 所以你可以控制它的大小 而且它這樣做其實也是防止說 你不小心會倒出來 像剛才那個花花那個是AK對不對 AK它不是說 它有買那個很貴的面膜嗎 然後我就會 沒有味道 它沒有味道 因為它裡面 不刺激啊 他們家的東西都 非常的溫和 而且剛大家發現金箔了沒有 如果沒有我攤開給大家看 因為它的面膜裡面也是同樣有金箔 大家看 不貴嗎 我現在先把它剪 先幫我拿一瓶 大家有沒有發現上面一顆一顆的 這個是奈米純金 99.99%的純金金箔 那為什麼它要加這個呢 我們都知道 其實以前從埃及豔後的時代 就很流行用金來保養身體 是喔 對 因為純金它是最安全的 而且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早期 大概三四個月前 有人在講說要埋金線 有啊 埃及豔後 它埋那個 直的 橫的 回春的 日本在這樣埋金線要四十萬 以前是埃及豔後用的 日幣 它可是你在埃及豔後的身上 發現有黃金線這個東西 沒錯 然後就是讓黃金在裡面 真的啊 我說真的啊 讓黃金在裡面 然後跟妳的皮膚 台灣有女藝人去做了對不對 對 那它這個加黃金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黃金還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它是可以幫助這些成分的傳輸 因為其實金啊 薄啊 金啊 銀啊 銅啊 鐵啊 這些所謂的金屬成分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導入體 真的假的 銀耶 銀也是 所以以前很流行所謂的白 銀弄到身體裡面我只有在 就那種 今天我要介紹大家一個叫做 視覺系的去展示範 Cuz it's hard for me to lose in my life I found all the time until I will figure out That we can baby, we can do the one I stand here You 因為其實金啊 薄啊 金啊 銀啊 銅啊 鐵啊 這些所謂的金屬成分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導入體 真的假的 銀耶 銀也是 所以以前很流行所謂的白 我弄到身體裡面 我只有在南京大獨家的時候 狗心啊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不一樣 你那是斷拱嗎 不是 水銀 它是一種會 水銀 它本身有毒性 但是當你把它萃取之後 它是所謂的奈米純銀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的載體 那我們先把面膜剪一半 然後就敷半邊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塗了那個 安品了嘛 而且它這個面膜 這味道聞起來就好像很厲害 對 很多人是面膜都覺得 它軟軟的不好貼 那它幫我們設計了一個這個硬的紙 讓你很好去 就先蓋上面 可以 不要丟 不要丟 其實這個啊 這個濕濕的還可以塗身體 對啊 省錢 對啊 這樣一下就 沒有 就等於你也敷手啊 對啊 然後敷完之後再會 拿去插桌子 沒有 我就會插腳掌 而且它真的很貼 就這樣 你貼著 然後你就可以再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剛剛AK啊 不是說它會買那很貴的面膜 它是SETTO的對不對 對 先一個乾的讓你貼重點 然後再貼一個濕的對不對 那其實我自己就是 美白精華液 我就整臉擦完之後 我就會剪這個化妝棉 然後就把美白精華液擠在上面 然後貼在我這唯一一顆斑上面之後 然後再把那個濕濕的面膜貼上去 其實這就你可以自己DIY這樣昂貴的面膜 其實我這樣子的這個方法 呃 大概兩年前就開始使用了 然後呃 我覺得那個牌子應該是有看我的部落平衡圈 我覺得啦 是喔 我覺得 嗯 我們真的假的